不想被規劃SIA是魔法 無論是業主、天台租戶 還是少數族裔 面對重建最重要的考慮就是 將來可以住在哪裏 住在土瓜灣十三階二十幾年 平時會帶下舊區道賞團的沼白 亦不例外 最主要是希望有一個先安之後重建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件事 據著問題困擾整個社區 政府到底知不知道呢? 前年政府推出了市區重建策略 強調以人為本 於是現在的九龍城重建計劃 首次搞了一個地區諮詢平台 更加首次在發表規劃大綱之前 預先委託學者在區內做社會影響評估 簡稱SIA 從中了解居民訴求 有分協助的社工說 政府肯在規劃之前做SIA 算是一種進步了 居住安排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安排 而SIA的報告也有說到這件事 他們都場滅了 每一個不同服務的對象的訴求出來 問題就是做完評估 政府又如何回應呢? 看評估之後的建議 提都沒有提到住屋安排 供應房屋也沒有在規劃大綱出現 其實需要根本就很簡單 已經擺出來了 那為何評估結果 和政府回應會有這麼大割裂呢? 說好的以人為本又去了哪裡? 政府經常說以人為本 是好是好事 但到你真的推行的時候 可以怎樣推行呢? 譬如說就算九龍城是一個新的方法去做 你做了這些事 但你做完之後 你沒有新的工具配套 你都要用舊工具 你前面說得幾號也好 你問了多少人也好 你知道多少事也好 你去回都是用舊工具 舊的過程 舊的模式去處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做到的事 都是很有限 政府捉到鹿不脫角 那市民豈不是沒了苦? 又未必 不少外國社區都懂得把社會評估 變成自己和政府討價還價的武器 即是那個社區用這個方法 去讓自己的訴求 能夠更加有科學的根據 來和政府去拿多些東西 令到自己的社區可以好一點 不過他就說 香港人似乎不多會這樣做 所以當然推了出來之後 如果沒有人承接去用這些結果 來繼續去和政府討價還價 就會很容易輪為一個情況 就是政府就說 我都做了 已經做了這個舉動 於是就可以過骨 如果我們已經受夠被規劃 想要一個理想的社區 是不是應該學會玩SIA這個遊戲 清楚自己有什麼權利呢?